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是煤炭工业部的张林芝 这个张林芝是被毛轻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事还是在1964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和刘发生了一点争执 毛呢在会议上就是说 要警惕我们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 要发动群众整一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刘呢当时就问毛 我们党内的哪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毛呢不加思索 脱口而出 煤炭部的张林芝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两年之后的1966年12月14日 这个毛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江青 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的代表时说 我可以明白的说张林芝不是我们的人 他是彭真的死党 也可以说是彭真的私党 小将们我代表毛 我代表中央文革 支持你们造张林芝的反 通过造张林芝的反 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揪出来 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 你们要把张林芝这些走资派 劈倒劈臭 劈身劈透 劈的他 就像苏联的托洛斯基一样的臭 1966年12月19号 根据中央的安排 这个张林芝呢 到这个北京矿业学院 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教育 这个之后呢 就被红卫兵造反派 给张林芝扣押了 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审问批斗 逼着张林芝呢 承认反对毛主席 张林芝呢 否认 造反派呢 就喊 敌人不投降 就叫他灭亡 张林芝呢 被压到一个大卡车上 被拉到 煤炭部的机关 煤炭部的 文工团 煤炭部的科学院 轮番的批斗 每次批斗都伴随着毒打 在12月28号 煤炭部大礼堂 批斗张林芝大会上 红卫兵造反派们 扒光了张林芝的上衣 让他呢 站在零下17度的严寒中 让他跪在雪地里边 冻着他 张林芝呢 是遍底临伤啊 这个双手呢 还得举着牌子 又气又恨 浑身哆嗦 造反派呢 还说他站得不直了 还用小刀子呢 划他的胸 划他的肚子 这个12月份呢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叫七本宇 奉江青之命呢 到这个北京矿院 对造反派 红卫兵讲话 七本宇说呢 你们炮轰一小村的 这个 走私派 行动呢 很好的 张林芝呢 是彭真的死党 你们炮轰张林芝的 炮轰的还不够 还不够猛烈 你们还要更进一步的 狠狠的轰 狠狠的批 煤炭工业部呢 就在天安门附近 北京饭店的对面 在那里发生点什么事 那么外国人呢 都很多 外国人都能看得到 你们呢 要把这个 批张林芝呢 搞得更热闹一点 通过外国人 可以震动全世界 七本宇的讲话 完了之后 那么又一波 狠批 猛批张林芝的 这个行动 又进一步的开始了 给这张林芝呢 剃了一个阴阳头 批斗张林芝的时候呢 用张林芝的这个被子 裹着的一个小炉子 铸铁的一个炉子 让张林芝呢 挂在胸前 另外的话呢 还为张林芝呢 特地制作了一个 铸铁的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有三十公斤 这么一个铸铁的帽子 逗张林芝的时候呢 让张林芝戴上那个帽子 张林芝呢 戴不住啊 那么张林芝的双手呢 那么就要脱着这个帽子 胸前呢 还得挂着那个小炉子 让他呢 跪在一个桌子上 这时候呢 一个红卫兵呢 猛踹这个张林芝 跪着的这个桌子腿 结果一下呢 桌子呢 就翻倒了 张林芝呢 就带着这个小炉子 挂着这个小炉子 重重的摔倒在地 1967年1月22日 这个59岁的张林芝 被红卫兵造反派 活活的打死 张林芝呢 可以说是 文革当中 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 张林芝的死呢 不过也就是 毛流斗争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好了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儿 回见了您呆 好